哈喽我的观众小凯安们你们好呀我是三金 今天想跟小凯安们分享一个番剧 约定的梦幻岛 想要直接看剧情的话可以直接花到1分18秒哦 约定的梦幻岛是一部悬疑题材的动画 改编自同名漫画 这部超人气漫画于2016年在周刊少年Jump上开始连载 动画版第一季讲述了一群自认幸福的生活在孤儿院的孩子们 某天意外发现了他们竟是被饲养起来供怪物食用的可怕现实 从而开始计划逃跑的故事 三金本身就对悬疑题材的作品比较感兴趣 尤其是这部作品还被称为儿童版的越狱 所以等着动画一出完我就马上去看了 因为实在不愿忍受周公的痛苦呀 看完后三金的内心明明白白的写着三个大字 太爽啦 这部动画让向来恐高的三金 彻底体会了一把坐过山车的紧张刺激 同时也让我产生了以下的感受 当三金看纱雕制仗剧时 当我是小孩子那么好骗嘛 垃圾 当三金看约定的梦幻岛时 我还是个孩子 不要这么吓人伤脑吧 嗯就是这样 看完之后三金就陷入了深深的自卑 因为我得出结论 我远远不如个孩子 以下内容设计严重剧透 想补翻的小可爱们深入哦 孤儿院里被称为妈妈的女人 独自照顾着38个孩子 孩子们和妈妈相亲相爱 他们穿着同一的服装 脖子上已有一串神秘的编码 孤儿院外是一大片森林 栅栏为界 仅有一扇大门连接着外面的世界 妈妈说门和森林深处的栅栏十分危险 坚决不允许孩子们靠近 孩子们也十分听话 爱马 诺曼和雷是这家孤儿院最年长 也是最聪明的三个孩子 在每一次的测验中 他们总是能拿到满分 可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 爱马活泼 诺曼沉稳 雷外冷内热 在孤儿院里他们最常玩的就是鬼捉人的游戏 不过只要轮到天才诺曼做鬼 所有的孩子几乎都会被捉住 只有学习能力超强 加上运动神经发达的爱马 能与诺曼抗衡一二 而性格高朗的雷 本身就不会参加这种小孩子的游戏了 可是这天 他们在游戏时不知怎的跑到了栅栏附近 雷说 他认为妈妈一定是在撒谎 栅栏不一定代表危险 爱马一向喜欢妈妈 所以反驳了雷 这时 其他孩子也跑了过来 他们说 期待着有一天能被人领养 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可奇怪的是 一直以来 从孤儿院离开的孩子们 不知什么原因 从来没有寄回来一封信 明明曾经 他们都是像家人一样相亲相爱的 这时 小女孩科尼站出来说 她一定会写很多很多信回来的 科尼是今天就要离开孤儿院的孩子 晚上的送别仪式上 科尼换上了漂亮的套装 与亲爱的家人们回来分别 而后 妈妈唱着歌谣 带着科尼走向了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沃尔院内 孩子们清扫时发现 科尼最爱的兔子玩具往来带走 于是 诺曼和爱马赶紧带着兔子追了上去 到了大门处 他们既没见到妈妈 也没见到科尼 于是就想着把兔子放在车厢里 科尼一定会看见的 然而车厢里 他们就看到了 惨死的科尼的尸体 眼睛睁得老大 胸前插着一束鲜红的花 还来不及震惊 他们就听到了侧门里传出了两个男人的声音 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诺曼和爱马赶紧躲到了汽车下面 紧接着看到了两个模样恐怖的怪兽 他们只能屏住呼吸 亲眼看着怪兽把科尼的尸体装进了罐子里 怪兽说 这个农员产出的人肉 全部都是专供富豪使用的高级品 并吩咐妈妈做好三只满分品的出货准备 这三只满分品自然是指最聪明的 诺曼 艾玛和雷 趁着他们说坏的功夫 艾玛和诺曼跑了回去 可同时 他们的世界从此被颠覆了 孤儿院变成了农场 孩子们变成了食物 一项和爱善良的妈妈 变成了恶魔的帮凶 回到孤儿院后 诺曼鼓励艾玛 说只要和雷联手 他们一定有办法逃出去的 就像玩鬼捉人的游戏 需要靠策略 可与此同时 妈妈发现了 本不该出现在车厢里的 科尼的兔子 那么以上就是约定的 梦幻岛第一集的剧情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三千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